错,陈佳颖和王大鼎这对圈粉无数的CP,最终顺利全身而退,逃离了和平饭店,不过灵了了,我们还是被编剧给套路了一把,没想到那个铁杆汉奸斗士肖,最后竟成了爱过人士,看着斗士肖为了帮助陈佳颖逃走,甘愿冒着牺牲的危险,小编表示,真心有点接受不了,编剧的这波反套路,还真有点消化不了。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被编剧的这波反套路忽悠了吧,不过也别以为观众那么好糊弄,很快,就有小伙伴出来质疑了,编剧大大,斗士肖是反转了,可是之前的坑你要怎么填? 首先,我们要来说说编剧之前的伏笔,虽然斗士肖从一出场,便是一个铁杆汉奸,但是与一般的汉奸不同,他从来不会向日本人低头,反而是理直气壮的,估计这也是编剧为了最后的反转埋下的伏笔吧,毕竟一个爱国人士,是需要有骨气的。 狭额,接下来的这些,小编就表示有些看不懂了,剧中斗士肖处处针对陈佳颖,处处与陈佳颖作对,甚至比日本人都更加迫切地想要证明陈佳颖是潜伏的共产党,难道这是斗士肖寻找小伙伴的奇葩方式? 好几次陈佳颖与王大鼎就快要化险为夷了,斗士肖都要出来作怪,再次让他们陷入被动之中,编剧是不是想要解释说,这是为了凸显主角的光辉形象? 最让小编觉得烧脑的,是斗士肖因为欠下高利贷不得不出卖情报,没想到却被石垣发现,之后,斗士肖杀掉了石垣,因为害怕自己的事情败露,他不得不设局杀掉观察员。 而他的一系列动作,让刚刚取得胜利的王大鼎和陈佳颖再次被动,不得不重新回到和平饭店,难道就因为一点迎头小利,让同志再次陷入危局?这也能叫做爱国人士。 其实抛开斗士肖身份反转这个梗不说,和平饭店还是不错的,豆瓣评分达到了8.2分,也看得出观众对于这部剧的认可了。 本来斗士肖作为铁杆汉奸,最后路的意思也是理所应当,合情合理的,没想到最后突然来了一个反转,说他是爱国人士,也许编剧是想来个套路,却没曾想,套路变成了俗套,关于斗士肖反转爱国人士。